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嘿咱们老规矩啊 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阴影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 在火影的世界里边 戴土作为人间的悲情大反派之一 嘿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一共换过四张脸四个面具啊 今前咱们就来说说这些面具的含义 第一张白绝面具 戴土刚被搬救下来时 为了保命移植了白绝 而这张面具就是占据了自己半边身子的白绝 蔓延出来的这个时期的戴土 是他内心最黑暗的时期 自己爱慕的女孩 被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给杀死了 自己也成了现在这样 不人不鬼的存在 在后面啊 戴土听从了常温的游说 又加入了小组织 这张面具是逃避现实的面具 在面具外面是自己憎恨世界 面具的里面是世界带给他的伤口 可以说这张面具代表的意义就是在逃避 第二张虎皮面具 虎皮面具是戴土回到木叶 放出九尾攻击村子 并袭击四代火影 那个时候的戴的面具 这个时候的戴土啊 心里想的只有毁灭 而木叶村显然就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这张面具的虎纹 完美的诠释了戴土心中的暴躁啊 第三张是戴土化身为阿飞时候 戴的漩涡面具 戴着这张面具的戴土啊 仿佛重新回到了小的时候 一样的脱陷一样的没脑子一样的没溜 可以说在佩戴漩涡面具的这一段时间啊 是戴土伤好后最开心的时间 但是世界给他的伤痛他并没有忘记 而这张面具就是为了守护他心中 仅有的一块乐土界线啊 第四张是轮回勾玉面具 戴土啊从死掉的长门处回收了轮回眼 把他眼内扣了下来啊 再加上自己的血轮眼融合在一起 就是这张轮回勾玉面具 这张面具啊 是戴土彻彻底底想通后换上的 仔细看这张面具啊 是不是像无限阅读中的月亮呢 戴土这个时期早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发动无限阅读 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面具就是他内心的体现啊 好了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 猜头答案了 小伙伴们也都猜对了吗